广告继续浏览后续 据中央社12月25日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至今天召开民主生活会 由总书记习近平听取政治局 委员相互批评及自我批评 会议称政治局委员须在学董 弄通做事习近平思想上为全党做表率 习近平并在会中强调 政治局委员必须增强政治意识 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 善于把握政治大局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民主生活会 是中共党内大小组织 借成员自我批评及相互批评方式 达到相互检查监督 并检视成员是否对自己所犯的错误 坦白承认 经常被戏称为能让成员洗澡 出汗 让成员产生畏惧的党内集会 在中共党史上 民主生活会不时成为党内大小组织 是内派系发动权 力斗争 甚至导致当场定罪 丢官的严重后果 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 邦 就是在1987年1月10至15日 召开的党内高干民主生活 会上被连番攻击 最后黯然辞职下台 新华社报导 24至25日 举行的这场民主生活会 与会的25名政治局委员 分别针对政 制局工作 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贯彻落 实习近平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为基层减负等事项进行自我检查 党性分析 开展批评他人 和自我批评 这场民主生活会除了以会议名义 要求政治局委员需在学董弄通 做使习近平思想上为全党做出表率 Y还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思想 不断学习 不断实践 不断领悟 不断提高理论素养 政治素 养 使党的创新理论成为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 习近平 习近平并在会议总结时说 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令物力 政治局 委员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更应该不断提高 政治令物力 对国之大折了然于胸 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 他提 道 政治执行力是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与党中央精 神对表对标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 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做到不掉队 不走偏 不 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 他还说 2021年起 各省视线 乡领导曾将陆续开始集中换届 各级党委要谋划好 组织好换届 曾 曾压实责任 确保风轻气正 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 带头遵守换届纪律 电邮新闻投票新闻 就在您的每日新闻信里下载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